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宪问篇》第四十五章 却党同子将命或问之曰 义者于 之曰 无见其居于位也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非求义者也 与素成者也 去党地方有一位童子来见夫子 夫子要他传递消息 有人就问夫子说 这童子也求上进吗 夫子说 我看见他居坐在成人的席位上 又看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 他不是什么求上进 而是基于求成功表现的 却党之同子将命 却党之为却 说却者和 我想这是一个欲含欲译的 一个方式来说 叫却党 说却者和 离也 教养也 同时 同时来见夫子 夫子 看到这个童子 其实是欲求素成 所以 夫子死之将命 就要他传递信息 也让他有机会 现实到他该当如何 因为学问如行水 好像水在往前流动着 迎科而后进 所填满了小科砍 然后再往前迈进了 其可劣等而进了 却党童子 他真不知分寸 但他却是由意愿求进步的 只是用错了心力 这章可见 夫子 寻寻然 善诱人 条理则中 让人性 能在实现的过程中 规反到本位 数为难得 学当求义 我们讲的 经义求经 而不当素成 求义应该是 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应该步步踏实 充实而有光辉 有光辉 就能够美大圣神 我们讲的 如果就孟子所说了 可遇之为善 有诸己之为信 充实之为美 从使而又光辉之为大 大化之之为圣 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 就善 信 美 大 圣 神 一阶一阶的往前迈进 正如同义经的一个卦 有六个谣 除谣 二谣 三谣 再四谣 五谣 六谣 前半段 前三谣 后半段 后三谣 缅三谣 都有 死而壮 壮而旧 中旧这个旧 研旧的旧 死 壮 旧 这样的话 就能够了解 他的宗实之道 生命是要按照这样顺序 一步一步往前迈进的 当然不能列等而进 不能欲求速成 要如其理 如其生命之理的生长 一步一步的往前生长 这样才是对的 理是分寸 解读 这里的确挡童子 其实他不懂理的 所以夫子要他作为宾主传递讯息 在这过程里面好好学习 学习分寸解读 要不然这位童子只是希望求速成 这样是没有办法真正让学问扎实 整个人格往前迈进 能够恰当生长的 好 我们再把这一章重读一遍 《论语宪问篇》第45章 却当童子将命 或问之曰 义者于 之曰 无见其举位也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非求义者也 于速成者也 《论语宪问篇》第45章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章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